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期的第五幕是超多 今天呢我们会教大家制作泡椒凤爪 先把生姜洋葱还有柠檬这些配料处理好 洋葱切成什么形状都可以 开始处理鸡爪 我们需要把鸡爪上的指甲清理干净 剁的时候要小心 为了让它更入味 最好给鸡爪切成两半 煮一大锅水 水开了之后把鸡爪加进去 放几片姜去腥 加入盐 盐一定要加够不然味道会不够的 下面开始准备泡凤爪用的调料 把所有泡椒都倒进去 如果你想更辣的话就把辣椒剪开 倒入纯净水 这个水的量没过你准备的鸡爪 接着加入调味的盐 味精 花椒 大料 搅拌均匀 加点葱 洋葱 还有柠檬 还有柠檬 准备一盆冰水 把捞出来的鸡爪搁进去 迅速降温 然后开始清洗 洗鸡爪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把油洗干净 但同时也要小心 因为你把鸡爪切成两半之后会有一些骨头 容易扎到手 判断鸡爪是不是清洗干净的标准 就是你要看水上面还有没有油浮在上面 洗干净就可以拿走了 把水沥干 再把刚才做好的调料拿回来 再入白醋 再几爪都扔进去 搅拌搅拌 拿保鲜膜把它封上 如果你有密闭的容器的话 选择密闭的容器会更好一些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 搅拌的时候用的工具都需要是无油无水干干净净的 不然很容易变质 放到冰箱里 一般5-8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但是为了更好的入味 我们一般会选择一天之后 开吃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收看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